好 再來看到這個王小姐 非常生氣 因為她全家六個人 到泰國普吉島度假 花了十五萬元 卻換來一肚子氣了 他們控訴 除了沒有當地的領隊來接應 其實最扯的是 他們每個人自費兩千元 玩所謂的海底漫步加拍照 拍出來照片不但不清楚 還只有拍到手指頭而已 讓他們氣壞 太擦慶了 只能說太擦慶了 對 得不到沒 下次還會找他們 絕對不會 拿著去泰國普吉島遊玩的照片 王小姐越講越生氣 原本一家六個人 花了十五萬元出國旅遊 卻換來一肚子氣 7月30號出團 到機場出關 沒有領隊接應 結果一行人在機場傻傻空凳 最後還要自己打電話 處理出關等接駁車 到普吉島才見到導遊 第二天自費完 海底漫步加拍照 一個人將近兩千元的費用 拿到照片 卻找不到自己在哪裡 讓人很傻眼 他請我拿一塊石頭 然後我比了一個頁這樣子 可是很清楚的 上面沒有我 實在很誇張 到了第三天 因為換了新導遊 全團找不到人 在飯店空等了 將近一個小時 耽誤行程 第四天 十二個人擠一台面包車 結果 雲車改換遊覽車 板田之後又換回了面包車 影響遊玩的性質 最後一天 則是早早送大家去機場 浪費時間又掃興 最誇張的是 回國之後 和旅行社反應多次 等了一個月 得到的答案都是 我們在了解 我每次打去 都是好像在推拖拉 對 我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推拖拉 那我久了 我可能就說 好吧 那就算了 我自認倒楣好了 被指控的旅行社 門口就貼著 大大的平保協會標章 不過對於王小姐的指控 旅行社是表示 一切都是國外的導遊 以及當地的車子 過於老舊的問題 將要求對方做 進一步的改善 以及溝通 就是在這上面的認知 通常客人就是會有 無限的放大 我們這個病人說 必須去跟客人 再做進一步的溝通 為了平息消費者的怒氣 旅行社最後承諾 會退還團員 導遊遊覽車 和自費行程的費用 給12名團員 只不過原本興高采烈 買到的失望 海事難以補救 中文新聞 林東銘 延庭台北採訪報導